我们这都是我们在旁造古代的东西 港岚人员向大家介绍社区环境 这一处位在厚里的台湾社区 从去年开始就陆续有大学生进驻社区里 跟当地的民众一起来推动农村再生计划 加入特有的铁档文化 像是这一面原本要被拆除的台铁宿舍老墙 就是在众人的改造之下 化身成火车异象墙 让人为之惊艳 台铁就有员工宿舍的墙面 他们本来要打掉 然后我们本来也要用彩绘的方式去做 结果后来我们用线条金属的方式 把火车的造型凸显出来 然后也让泰安社区娱乐空间 得到他们去年度的金奖 其实很多泰安人主要在社区工作的人 就是那一群 但是当我们进来之后我们也有办活动 然后就是去跟他们说 我们也要办一个聚餐哦 然后去爱家爱户的去邀请他们来 然后其实也可以让大家知道说 原来有一群大学生进来 我们来我们这边 然后好像有要带动些什么东西 然后就会让更多人想要进来一起帮忙 農業社会当然大家就像做餐而已 因为现在慢慢大家生活好之后 就更重视做游戏 就是休闲的东西 当然有帮助 因为我们很希望年轻人回乡注入活力 二 三 妈说嗨 要回手 嗨 靠在墙壁上的窗户缺口 想象自己就是坐在火车上 而这独特的设计也让不少游客都纷纷的到此拍照留念 而除此之外 一旁还是有售票口跟彩绘墙面 不仅让人看到团队们的用心 在日前更获得水宝局农村娱乐空间改善竞赛 跟大学生回游竞赛组的双六冠军 所以他们就透过整个娱乐空间的改善 把这一个整个最脏乱的地点改善成社区的一个公园 原来社区的一个铁道文化也把它传承下来保留下来 社区非常骄傲 这一群大学生他们自己也觉得非常骄傲 能够跟社区一起来完成一个社区最重要的事 要把文化留存下来 吃餐的方式就是一家再一道 他最拿手的菜出来 然后摆了一桌 水宝局邀集中部地区十多位的社区代表 一起来到台湾社区参观交流 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社区民众 一起为社区再造进一份心力 也带动地方的发展 这就叫川普汉台中采访不到